用了一個真是常人都用的角度去看 其實同行同檢是多麼的必然和重要 在判詞裏面也都見到 法官都認為 如果為了遷就一次的司法覆核事件 而將同行同檢這個做法 強行去修訂了它 變成今天所謂已經被修訂的模樣 其實法庭是完全不太認同 這樣修訂了它就算數 雖然已經是被它改了 而因為用這個原因 希望法庭不要受理相關的訴訟 法庭也都拒絕 因為事實上也都牽涉到公眾的安全問題 本身就是希望我們香港的安檢 是應該一個本人自己去檢 才令到整個流程更加流暢 更加有效率 更加安全 一旦如果你變成不是那個物主去做的相關系檢查 整個過程一旦出了一些情形 要找回物主 整個流程就不流暢了 變得就脫脫流流了 又或者要延誤 要等物主出現 在這方面法庭也都基本上是很認同 我們香港空總一路所秉持的觀點 其實整件事就是在說 任何人都不應該叫他人幫你拿一個行李進去 或者檢查安全的武士就可以代你拿進去 法庭都不認同 重量 用... 這個女生就是在這里 請喝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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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